下面给大家假解一下手工731A剥蜉器的使用 先根据蜉来的粗细选择合适的卡座 我们这边调整一下 把它取出来 调整合适的大小 好 后面有一个耐溜酒工具 可以取出来调整刀片的深度 我们刀片已经调整好了 这次不用调整 好 把它蜉的招进去 观察一下蜉的发效 旋转两道塞圈 可以 非常好 如果这边没有剥好的话 把刀片重新调整一下深度 好 谢谢您快看